從手中菜盤夾起一片片蔬菜 放進火鍋裡算兩下超暖胃 但就是這蔬菜煮之前要注意 農作可能會用到一些肥料 那蛋肥基本上裡面就會含有所謂的硝酸鹽 如果說在冬天的時候 它事實上比較沒有陽光去照的狀況下 這個硝酸鹽的含量會比較高 當有這些細菌存在的時候 那它可能會從硝酸鹽變成硝酸鹽 含有硝酸鹽的肥料 蔬菜種了後容易跟著殘留 民眾買回家如果只是常溫保存 或是吃過了卻沒放進冰箱裡 沒妥善保存就會形成硝酸鹽 吃多了恐怕會致癌 盧科醫師指出地瓜葉菠菜等葉菜類 最容易殘留硝酸鹽 如果這時又和蟹類貝殼類 或者是秋刀魚等海鮮食物 一塊吃下肚 就可能會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風險 蔬菜種的硝酸鹽被轉換成硝酸鹽 然後我們又吃了 同時吃了一些含有鞍類的食物 譬如像起司或者有些海鮮 這樣的話在胃酸裡面 它就可能會轉換成所謂的硝酸鹽 胃癌 腸癌 醫師表示蔬菜經過高溫加熱 硝酸鹽濃度就能大大降低 只要隨時放進冰箱保存得宜 就算隔夜吃也不用擔心吃進致癌物 因為邊煮就已經邊殺菌了 解放線上無論壹太報道